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济盛版堂的度眼龙秀 我是你们的百屋是Ezendra 我是你们的师父Simon 那今天呢我们又回来到 灵的星声 OK那其实今天灵的星声呢非常特别 我们要讲蜡烛 蜡烛 对 蜡烛 蜡烛 Candle 是不是很奇怪莫名其妙讲什么蜡烛 不是讲灵的星声 是哦 不是讲灵 没有这么一讲到蜡烛 不要急 我要开始说了 OK 其实呢 为什么要蜡烛 因为 晴电 对不对 嗯 晴电 晴电 停电 对 停电 我听到晴电 什么是晴电 Candle light dinner 不 哈哈哈 OK 晴电 我们来讲晴电 So 我们很常都会遇到晴电的时候吧 跳电 晴电 突然间这个电线短路的问题 突然间就没有灯 没有电视 电器也不能煮 煮饭煮一半也不可以再继续煮 因为你是用电饭锅 对吗 停电很恐怖耶 对 因为按到晚上 尤其是 洗澡 洗到一半做人的停电 然后你看到一个鬼 哇 好紧张耶 然后那个镜子这样reflect 然后一个长长的这样看着你 哎 哈啰 我觉得停电还比鬼故事来恐怖耶 哈哈哈 什么 OK 所以的话 就是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应该多多少少都有经历过停电吧 那今天的故事呢 就是在停电的时候发生 OK 那其实是一家人 一家三口 他们有三个人 有爸爸妈妈跟一个儿子 就是一个weekend weekend就是 周末 拜六礼拜 对 周末的时候 那周末的时候呢 就刚好在下午 差不多五点 四点多五点的时候就突然间停电了 那我们也不懂他会停多久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个人就讲 这个他的妈妈就讲 哎呀 真的是 我煮饭都还煮到一半了 都还没有收 然后煮到一半 很尴尬吧 就是煮一半的饭这样子 这样饭也不能够煮了咯 又停电啊 又没有电 然后电视也不可以看 东西也不能 又没有灯这样子嘛 又没有冷气 对 然后过来那个地方呢 又是刚好的 差不多六点多就差不多暗 五点多 六点的时候又要暗了 所以他们这样子 哎呀 这样的时间啊 很尴尬 因为他四点多 三点多 四点多 开始煮 煮到现在差不多四五点的时间 突然间这样子断掉的话 又很麻烦嘛 多一下就天暗了 所以他就讲 哎 OK 不然这样子吧 我们就要趁这个要天暗了嘛 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做什么东西 我们就去超市 啊 我们就去超市 去逛一下咯 超市应该会有电啦 因为通常他们都有供应的电 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出去 可能要买东西吃啊 之类的 他的孩子呢 就在那边打 打那个女鬼的 game 那种森林 然后有个鬼 打鬼的那种 zombie 不是zombie 就是那种打鬼的游戏 这样 然后呢 他就讲 哎呀 我不要出去啦 你们自己出去咯 我也要在这边玩 然后你懂啊 那个pattern就是那种 Nintendo ship 然后脚一抬 在那边玩 我们玩到很激动 然后他妈妈就讲 你跟我一起出去啊 一个人 停电 都没有东西玩 他讲 我跟你们出去 我还导致自己一个人在家打game 就是打游戏 不是更加好玩 对 然后他就沉迷在那个game里面 然后他妈妈就讲 哎呀 你不要这样沉迷游戏啦 如果是这样 你真的不要去就不要去 我们也不要逼你咯 我们自己出去这样 叫你在家里看屋子咯 这样子 他讲 哎呀 是啦 是啦 懂了啦 懂了啦 然后他妈妈走之前 他就跟他讲 诶 等下要天暗了啊 你要拿那个蜡烛 我放在你的旁边 因为他的sofa旁边有那个桌子 像我放咖啡 放茶的那种 然后他就放在那边有一个蜡烛咯 摆设的蜡烛点在那边 然后就打打打 不懂打到几时 那个天也慢慢暗 慢慢暗 他妈妈都还没有回来嘛 因为你懂啊 老人家去grocery store很久了 去超市很久了 然后可能他们也吃啊 什么在那边就很久了 然后他就在那边继续打继续打 然后 那个 他就打到紧张的时候 他也没有看到天已经暗了 突然间他就打 然后打到紧张的时候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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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死鬼看我打死你 这时候好紧张 我打死那只鬼哦 啊你这个臭屎鬼 抄我打死你 这样子 然后他一讲完那句话 突然间 他的蜡烛灭掉 那个蜡烛灭掉 对 他的蜡烛灭掉 他就 诶 怎么这个蜡烛灭掉 哇原来这样暗了啊 然后因为他一灭掉 没有灯嘛 整个都暗到完 然后他又再点上哦 点上的时候他就再打 继续打 他这样 啊啊啊 打死了打死了 这个你鬼给我打死了 他又再讲一句 哼 有没有火 有没有火 他讲哎呦 怎么这样子啊 但是你懂啊 人家在打game的时候 他不管旁边的事情了 他已经沉迷在里面 他又再点哦 点了 他窗口开着大风吹掉 对就是不懂啦 不懂什么事情啦 OK他就也没有管 他就再继续点回去咯 他讲哎呀 灭掉灭掉风很大啦 就继续玩 然后结果他玩到finals的时候 玩到那种最大作战的时候 最大就是你懂要打大boss的时候 打那个大boss的鬼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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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他要打 我要打死你 我要打死你 你們這些鬼 我要打死你們 就按按按 突然要 他的你的東西沒有電 沒有電了 對 沒有電了 然後他講 哎呀 見到時候跟我沒有電了 那個火又不見了 然後他就講 哎呀 這麼這樣子 然後他就在那邊 就丟了 丟一邊 然後就在那邊翹腳 哎 煩死了 在這個時候跟我沒有電 現在幾點了 他說我們媽媽還沒有回來 快點有電啦 我要玩遊戲 然後他那個火也懶惰 要去接 然後他就 反正暗暗的 對 暗暗的 他就很煩 這樣子 他就不信邪的 他不怕鬼嘛 然後他就在那邊 有這樣的聲音喔 這樣 好像那個窗口沒有關 對 尤其是晚上的時候 停電的時候特別明顯 因為全部風扇什麼沒有聲音 然後就 嗚 嗚 那個聲音 他就去看咯 他就嚇到他就講 那個聲音從廚房來的 他就去 拿著 他又點起來他的那個來 呃 那個叫什麼 那個蠟燭 對 他點那個蠟燭 他就去看 有什麼東西 這麼假的聲音 有點恐怖 欸 你是什麼 你都會怕啦 那個聲音 這樣下去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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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誰不怕 我都怕啦 那個聲音 欸 我覺得啦 你們觀眾現在在聽這個故事 還關燈哪一個蠟燭點來聽 也有 會不會有什麼吹這樣 不要嚇人啦 OK 然後我跟你講 我肯定啊 他們聽到這裡的時候 他們全部已經 走路去開燈了 OK 所以的話呢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他就去了廚房 他就去看 哦 原來是那個床口沒有關 所以他那個風一直進來就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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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 然後他就想 OK 啦 這樣把那個床口關掉咯 他就關掉了沒有事 他就想 欸 這蠟燭神經病 一直滅 一直滅 神經病咯 不然那個風又這樣大 我換一個Torchlight 我就講了 蠟燭就是床口沒有關 啊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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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然後過後他就 OK 床口沒有關 然後過後他就換一個Torchlight 他講 這個蠟燭不能拿老人家在用的東西 因為老人家以前沒有Torchlight的時候 他把手都是用那個..蠟燭的嘛 所以他就換一個Torchlight Torchlight有嘞 他就突然間才拿那個Torchlight起來開燈的時候 他一開燈他就聽到 看 拖拖拖 拖拖拖拖 拖拖拖 然后也这样 这样出的声音 在哪里 在他的 就是楼上 因为他是这样子 他的厨房在后面嘛 然后他前面客厅跟他的厨房之间 有一个楼梯上去的 就是上去对两层楼的物质 然后上面呢 他是那种房间睡觉的咯 他就一直停留在 其实有东西在敲,有东西在丢,有东西在跑的事情 他说奇怪咯 什么哦,我妈妈叫我看屋子哦 不然会不会是有贼 他就有一点点怕咯 他就去跑跑,就慢慢这样子,什么东西 然后呢,他从那厨房走走走走走 因为按到晚了 那个很暗了那个时候 他就这样子,大家看 他一召上去那个楼梯这样,召上去的手啊 因为等于在楼梯这样子,你要蹬的话,你要这样召上去才能看得到那个步骤嘛 对吧 他一召上去,他吓死了,他看到那个鬼这样 这样子的那种感觉,这样呼呼 在楼梯那边 就是有很多只,就是那个手啊,是那种尖尖的 然后那个脸是红黑红黑的,他就这样看着他这样 然后有声音,这样呼呼呼,这样子 然后呢,他就 啊,啊,叫不出声咯 他不是很厉害那边在打鬼,打死的那边打死的 终于啦,然后就 啊,啊,啊,叫不出声,紧张到 然后这个时候叻,更紧张的,好像到出来没有火了 突然 不,没有火 然后他就紧张了,他就直接啊,然后就跌在地板,然后又吓到了嘛 然后到时候又没有到,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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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噓噓噓 他就在那边,哇哇哇,在那边,哇哇,一个lighter出来 因为刚才他点那个蜡烛,不是有lighter,他就这样,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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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回来的时候,看到他是躺在那个sofa睡觉了 蛤?他不是在楼梯吗? 对!是不是很奇怪? 所以他起来的时候,他讲诶,怎么有没有回来了? 我刚才看到鬼的时候,他就很紧张 你会不会是他做梦啊? 对!就是像做梦这样子 然后他就躺回去他的那个地方了 你知道吗? 所以他讲,我刚才啊,怎样怎样怎样啊,看到鬼啊 那个什么楼上有鬼 他讲,你一定是玩game玩到太累了 然后再打鬼,因为刚才他们出之前,他在打鬼的game 所以他讲,应该是你幻想 所以就跟你讲,不要玩这样多game 是,妈妈每次讲,不要玩这样多游戏 你会short掉,因为你会有幻想这样子 然后过后呢,他就整个 怎么这样子明明就很真啊 明明就发生了这样子的东西啊 他就整个,没有话讲 然后他就,顺便呢,他吓到自己了,还算了 他还给他妈妈骂了一顿 对! 所以啊,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就很好笑 所以啊,我跟你讲啊,停电的时候你很无聊 对!没有东西,这个鬼也是很无聊的 谁叫你讲,你要打死他 其实呢,刚才呢,他 他听到楼上有声音的时候 对! 如果是我 我知道我一个人在家,然后楼上有声音 我会跑出去 我会叫grap 哈哈哈 对! 我会出去 所以要上去哦! 谁要上去哦! 谁要上去,你已经听到上面有声音了 所以他会拿dodge来 这种就是什么鬼故事,那种鬼戏里面那种 后面就一定会死掉的那种主角 你知道吗? 诶,不是主角是那种配角,主角永远不会死的 就有那种comeback这样 所以啊,这个是很好笑的 所以其实啦,在这个零的心声里面呢 就是讲哦,我们要来讲这个零的心声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很像 有时候哦,你以为是真实的发生了哦 很真实很真实 但是哦,会end up你是睡觉起来的 就是好像deja vu 好像你在做梦 对! 但是你不知道你在做梦 对! 感觉好像现在的scenario很真 对! 所以呢,我们今天零的心声就是要来讲讲这个啦 所以很多人就会问我 诶,我明明感觉到很深 但是我是被吓起来 但是我已经在里面 所以其实叻 那个是另外一个你来的 你们敢信吗? 那个另外一个你叻,是你的灵魂 所以很多人跟我们讲 我们在睡觉的时候灵魂出窍 灵魂出窍就是这样 对! 所以其实你的那些灵体朋友叻 要跟你去吓你还是什么时候叻 就是趁你灵魂出窍的时候叻 你还清醒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观众遇过这样的 这样的情况 对! 在睡觉 明明是在睡觉 但是 其实好像你没有睡觉 对! 你也忘记你在睡觉 对! 对吗? 其实我有 其实我有一个 那时候也是在我老家的 对! 我是睡觉的 但是呢? 在梦里面呢? 我不知道我睡觉 我还以为我睡醒 对! 对! 我也是很常有这样子的梦 就是很奇怪 就是感觉 你就是在 明明在睡觉 对! 你就是在发生那个事 但是你是睡觉 但是你又在发生 到底你是睡觉 还是在发生那个事 你也不懂 那像我这个梦啊 我跟你说啊 我是躺在床睡觉 但是在我的梦里面呢? 我是躺在床睡醒开眼睛 然后起来 然后呢? 起来又觉得 诶? 怎么不对劲的这个地方 我的家是这样这么有这样的 然后呢? 又在梦里面 发现到我还在睡觉 在梦当中 然后又在醒 但是又在醒的时候 其实我还以为我醒了 其实还没有 那个是连环梦来的 还是在梦里面 连环梦 他就是不要给你出来 就是一直trap你在那个梦境啊 跟你的灵魂绑在那边 就是不要给你回到你的身体醒来 我第一次这样子的梦 我觉得在那个梦里面 应该有圆环五六次 重复 一直从我的床睡醒 然后又从我的床睡醒 应该有五六次 过后我才真正的醒 对! 所以你要想一下 那些灵有多么的有力 来去绑住你的这个灵魂 来给你看一些东西 对! 所以的话呢 所以我跟你们说 你们讲话有时候 你不经意啊 你在玩game 你骂到很臭 那是你这个臭妖怪 那是你这个泥鬼头啊 什么 你不经意的时候啊 你知道你旁边有人在听 你不知道啊 对! 今天哦 你在玩什么 哦! 你打鬼是不是 来咯! 我们跟你玩一下 看你打得到我嘛 你的话是这样 听见你无聊吗 我也跟着无聊咯 结果你 一下咯 还好他没有心脏病 对! 没有啦 小孩子应该心脏很好 小孩子 不一定啊 有时候有心脏病 可是你想一下他 他已经被吓到整个 已经是像晕掉了 他都晕掉了 他已经叫不出声音了 你知道吗 是很夸张了 所以 有时候呢 我是建议大家啦 今天领的心声 就建议大家一个tips 停电 麻烦你跟你妈妈一起出去 不要一个人在家 不要一个人在家 我觉得今晚呢 不只是有些人 会开灯听这个故事 睡觉应该也是会开着灯 睡觉也会开着灯 或者有些不敢睡觉 对 加油 加油 但是你不要怕 对 Izandra 还有Simon师傅 我们都在这里 对 所以你们睡觉 睡不下 找我 哈哈哈 然后就变成 我们不能睡觉了 是这样子吗 对 所以你们不能睡觉 你来找我们 然后变成呢 我们要烦你的问题 变成我们不能睡觉 这个就是什么 交换 可以 所以大家 不要担心 不要怕 我们听鬼故事 就是这样子 我们今天灵的心声 就要跟大家讲 有时候啊 你们讲话你们一定要注意 OK 灵 要跟你讲是讲 你不信邪哦 你这样的讲话哦 你这样敢哦 这样子来 很像挑战我们 这样子要打死我们哦 所以变成 说者 叫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吗 就讲 你讲的不是这个意思 听到的是另外一个意思了 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 打零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说 最好是能够修你的口 对 有好话才讲 没有好话 最好不要讲 因为呢 犯人不要犯到 看不见的东西 对 不管是在家里面 在超市 在highway 在哪里 好 因为这些东西你看不见 它不代表它不在 对 其实它可能都在你身边 对 那你知道它可能 它的屋子住在那边 其实它里面是 凶宅 它也不知道 所以你打game的时候呢 有时候我知道 你们激动起来 哎呀 他是你啊 对 然后你就讲 没有我这样做 而且你还会骂人有没有 我跟你讲有几个啊 那种案件啊 是什么 他们打game 打game呢 他就骂那个对方 因为现在呢 我不是有可以开那个mic的 然后开那个mic的就骂我 诶 你这个猪队友 什么什么不会啊 这是什么送人头 这边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 骂到很臭 所以它可能呢 会导致你对方 你不知道是谁 因为你看不到 有些人会给你骂 他本来已经心情不好 他要开那个游戏来玩的时候呢 反而又给你骂到这样臭 他变成跳龙 就是因果谁扛 他的命是谁扛 他死了 他找谁 哦 然后再加上来 有些是简单讲 然后自己惹后上身 可能对面那个是hacker 那个hacker呢 去hack到你的account 找到你的地址 他就是来找你 哪里知道 谁懂 没有人知道 因为这个世界无奇不有 ok 所以大家玩游戏也要谨慎一点 然后要小心自己讲话 可能你会伤害灵 或者伤害人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大家要 关自在 又是关自在 关自在你的口 对 修口 要去修口 这样子 但是有时候激动起来 真的是很忙啊 所以你激动起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所以你讲出来的时候 你又想回去 哎我讲出来了 你就大概忏悔了 对 对不起我不是这样意思 没有 阿弥陀佛 我跟你们说 如果你们有时候啊 我们的脑啊 因为我们脑还是人的脑 你知道吗 就算你会有修行 你的脑有时候啊 或者你打坐的时候 都还会想一些不好的东西 这种因果的东西啊 来捣乱你 所以我就教你们 最好的办法就是 在心里摸连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或者是讲阿弥陀佛 就尽量 从你的嘴巴 不要讲出 那么不好 这样子 嗯 加油 加油 今晚早点睡啊 呵呵呵呵 就这样子咯 所以今天 零的心声 就讲到这里咯 所以大家 你们一定要注意 然后去 多想一点 外面的世界 ok 不要这沉迷在眼面 就是要想多一点 外面的世界 尤其是我们现在 我们越来越多 是technology的东西 就是 很多都是电器啊 iPad 电脑啊 手机啊 都不离手 做工也是用手机 讲话也是用手机 全部东西 都是用手机啊 现在 所以大家 你们一定要注意 所以我们 时代在慢慢的进步 我们人也要再进步哦 修行也要再进步 ok 所以呢 今天我们的 这个零的心声 就到这里啦 所以呢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在下面留言 你对这支影片的看法 还有什么意见啊 或者还有什么东西 想要讨论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都会看哦 然后记得 记得 记得 一定要follow我们的Facebook 跟Instagram 因为我们会时不时的做直播 还有在Instagram 会发布我们最新的近况 然后会有update 什么法会啊之类的 都会update 在Facebook和Instagram 然后还有就是最重要 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记得 帮我们订阅 按赞 分享 还有在下面留言 OK 所以我们今天 计算满行 杜野龙说了 林导新生 就到这里为止啦 我们每天晚上 7点 准时发布影片 每天晚上 7点 准时发布影片哦 拜拜 拜拜 拜拜